师父 没受伤吧 我没事 龙天行 你堂堂青龙圣御掌门 一切地境修士 欺负我徒儿一个小辈 当真好意思 我没找上门算账 你倒送上门来了 不知云帝何意 云野 你还敢现身 快放了我们老祖 还有我们老祖 一群废物 只敢仗着人多的时候 生疼我师父 老师按送过去的单子 奉上赎金 如果没少一件 那很遗憾 我保证你们老祖 也会缺胳膊断腿 欺人太甚 那份礼单 几乎要逃空 整个圣域内裤 而且专检明珍易保药 简直就像对着内裤 明露抄的 你怎么不直接去抢 我们和你拼了 今日我们来 是为了黑斑易之事 请诸位冷静 云野一来 这些人就乱了套了 找死也不看看时候 黑斑易的事 神之谷 莲花风和禅宗 正在清理处理 几位如果是来帮忙 就请信 如果是找茬的 那不妨试试我的拳头 黑斑易 是整个修真界的灾难 太区胜域虽然实力 大不如从前 但也怨出一臂之力 只是毕竟我们几派 没有半神镜坐镇 无法练着解药 其实有心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我有请云帝 以身炼药 才能挽救苍生啊 师父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 没错 师父 你别听他们的 原来这就是 四大生日急救的目的 好狠毒 火烟王谷 自有办法对付黑斑易 还轮不到你们操心 可以 只是要我拿出解药 各派总得给予足够的补偿吧 云野竟然真的愿意 云野啊云野 你用你自以为是的方式 破坏着我们 好不容易建立的秩序 事已至此 也只有用你的死 来补救这一切罪孽 听闻云帝手下弟子 在重建神之谷 如果云帝愿意炼药 太虚圣玉 将以全宗投入神之谷 世间 从此再无太虚 为了诱惑云野自觉 太虚也是下血本了 青龙圣玉承诺 将掌门之位 让给您的二弟子 袁子夷 可以 两位立天道誓言吧 师父 不要啊 不碍 无心中自有成算 我就知道师父 会干这样的傻事 不过还请师父 宽恕小鹿的任性 小鹿是个愚钝的孩子 从小到大 都在拖师父和哥哥姐姐们的后腿 这一次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请让我来帮师父 完成事业 作为一生一次 报答您的方式 只要云野一旦生死 我杀了云子夷就不算为悦 我爱人立誓 很好 三日后我必拿出血药 那就不打扰云帝和徒弟告别了 其他人可以走 你留下 云帝何意 欺负过我徒弟还想甩手离开 想得美 云野 你不要踢人太甚 是可杀 不可辱 我好歹是真龙胜狱的掌门 手里底牌无数 不是任你拿捏的软柿子 你不要逼我真的动手 来 就算性养之现在用完了 积分在手 我能怕了你 好 这是你逼我的 我们要去帮忙吗 帮谁 帮云野 你是自不量力 帮龙天行 你不如撤掉护体钢器 走进药王谷 前去安置黑斑易修士的院子